欢迎回到麻辣下午茶 许多忙碌的现代人 把年轻时光 着重于事业还有赚钱 结果真正想要找对象的时候 却错过了黄金时机 经济状况虽然稳定 但是年龄大了 有许多生活模式难以改变 就找不到合适的对象 今天我们就来请教一下 两性专家 如何去除您在感情领域上的盲点 我们一起来欢迎陈海伦老师 海伦老师您好 你好 大家好 好久不见了 我知道您虽然我很久没看到您 但是我知道您一直是非常的忙碌 到处去做讲座 帮助大家来去除 感情领域上的一些盲点 我刚刚说的没错 尤其现在大家都忙着赚钱 觉得说很多事情可以往后放 所以就造成说很多人越来越晚婚 甚至根本就是找不到结婚的对象 其实不是找不到 对象其实很多 可是没再找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盲点 他根本没在看也没在找 也没把这个计划放进去 在做这一个方面里面 就是说他的整个计划里面没有这一块 你知道你一直不断举行这个巡情历险访的讲座 那么事实上好消息是10月24号25号又即将要准备 在洛杉矶举行 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你在这样子的讲座里面 一定会碰到很多人询问你很多的问题 但你到底最大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呢 其实很多人不一样 但是他有几个项目 譬如说很恐惧结婚的 或者是对爱情已经没有希望的 其实这个是因为dating太多 就是已经被磨到已经没力了 就已经很失望了 那么你年纪越大 你就越觉得没有这个需要了 因为那个冲动越来越少 是不是 所以就没有那么多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很多人还是过不了父母那一关 所以这个整个情形就变成说 好 那就工作先 尤其是现在竞争的很厉害 薪水 升迁什么 就是保持份工作已经熬夜到不行了 那就没那个体力了 所以就是放松放松 那有时候薪水不错了 那他就觉得买买东西啦 做些贵族的动作啦 那就很开心啦 就没有这个时间 就觉得其实生活 就觉得说好像也只能容纳这么多了 就是工作 工作是很大的一块 然后有空就跟朋友出去放松一下 但是真的说去找感情的对象 会觉得说这个课题是太困难了 其实是不面对 因为如果生活里面 铺鸟心态 对 好像你要运动 你也要排时间啊 是的 现在我的感觉是 如果你没有排在计划里面的事情 都不会发生 所以你要排说 要跟父母见面 也要排时间啊 否则家人也碰到面啊 没错 那么你想要说去买衣服 还得要计划 否则也买不成啊 所以现在为什么 网路上买一买 对不对 但就算是你要在网路买 你都还得要划出时间来 是的 那么你想要约会 尤其是需要计划 是不是 所以都一样 一定要把这一块给规划出来 对 一定要 不管说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 对 如果说你觉得说 你会觉得说 有的人可能还会存在那种浪漫的想法 就是说自然会发生 顺其自然 这个是我们常常讲的这句话 是是是 其实我觉得啊 就算你已经结婚了 你都还要有这一块 你不能够说 通通不理他 所以不是这个观念说 我现在要结婚 我就赶快把这个东西弄成这样 不是 是你从高中大学 你就应该有这一块 跟同学在一起的时间 那么你结了婚以后还是要 要不然有一天呢 譬如说 不一定说 就是说希望你离婚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的生活应该很饱足的 那有些时候呢 突然就是说 有一些意外发生 你的另一半走掉了 他突然觉得 他这个生活断层了 或者是跟人家隔绝了 这样也不对啊 你的生活里面 应该都有朋友啊 都有同学啊 都有这些时间跟人家在一起啊 所以每一个都要规划 这是正常的 对 你应该要规划 所以你不是说你没有对象 其实你一直有对象 才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相信呢 很多人就会觉得说 好像在感情这块路上 变成说一定要一直不断地做功课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说 有的人是 就像你说的结了婚了 但是还要继续地维持 是啊 有些人是还没有找到 对 你要知道说 人家外面的人在干什么 然后你也要跟人家有联系啊 那么你应该跟大家在一起 但是不应该把这个当成功课 你应该觉得是享受人生 对 我的观念就不对了 对不对 所以你的出发点就会不同 所以做起来 那个感受性就不一样了 对 因为enjoy嘛 很happy嘛 对不对 这是重点 而不是说我在做功课 我在做功课 出去约会都要做功课 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做功课 所以结了婚以后 他就没功课了 那不是惨的吗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就会 然后你就会变成 所谓的爱情的坟墓了 对对对 很多人有这样子的话 但我们不要让婚姻成为恋爱的坟墓 是 那所以你的这个寻情历险访啊 是 也蛮特别 我一直以为这个历险法 是一个像是工作坊一样 一直是给这个单身男女 其实你也提供给这个已婚的男女 非常重要 因为现在很多人呢 他结了婚以后呢 他也没有经验 或者是说他会遇到困难 这是正常的 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不断的挑战 对不断的改变 有问题嘛 那么你遇到困难 没有人讲 其实如果你有人可以讲 有可以学习 可以进步 可以改变的话呢 就不必离婚了 或者是不必suffer 不必那么痛苦 在那边觉得婚姻很痛苦 如果有人讲一讲 像我辅导很多人 他们都觉得 哎呀已经很黑暗了 结果留案花明又一村 因为参加了一个寻心房 感情就加温了 所以你必须要去保持嘛 就好像说你开一辆车子 你都一样要去check 更何况是你的婚姻 那么这么一路长长 二三十年的事情 怎么会好长 一定会有的 那你没学过嘛 那人家有经验的 还是可以跟你讨论 而且你应该有些同学 大家可以讲 很多问题讲出来就不是问题 对 尤其当你身陷其中 的时候你有太多的盲点 你自己看不到 因为发现是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你讲得很清楚 是 是 所以大家互相在这个工作坊里面呢 学习 哎你有这个问题 那我先生有这个问题 我老婆有这个问题 结果讲一讲 大家就哈哈大笑 哎就好了 互相讨论交流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尤其在感情上 有时候是有理说不清 但是呢 当你别人的一个提点 可以让你的这个 用不同的观点来看事情的时候 就解脱了 对 而且是我有一个观念 我觉得大家都要有的 就是说现在知识这么丰富 然后大家呢 很容易沟通 那么大家也很聪明 速度也很快 我觉得这个不断地继续进步成长 是一种观念 而不是说 我今天讲好就好了 是不是 应该要继续讨论研究 怎么样可以更Fall in love 怎么样可以更活泼可爱 是不是这样 没错 老师讲得太好了 所以呢 如果说呢 你想要在 不管是在人生的课题上 或者是爱情的领域上呢 多多学习的话呢 也许呢 可以去参加我们这个老师的 《寻情力宪访》 那么不管你是单身 已婚未婚 这个时候呢 其实也是提升自己的一个好时机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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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